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Zenari语言 然后今天是拍摄的日子 要出门工作 所以要简单收拾一下 就是趁着这个时机呢 又是趁着这个时机 然后就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 洗头过程 就是一个洗户的一个过程 然后等我拿出我的宝啊 哦呗 就是它 Honey Andy花子 Melti系列洗发水 它的颜值怎么着就很高 看起来 有没有觉得很好看 像不像一个粉色的那种 蜂蜜罐头 想冲一杯蜂蜜水的感觉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洗一下头发 这一款它其实的主打就是蜂蜜养护 还有深层养护水 还有柔感发质 它就是一款能够改善你发质的一种洗发水 因为我的头发呢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我是属于那种 很炸 然后头发 头发异常的干 然后又很多 然后这个头发又很硬 所以必须得用那种 就是那种能够深层养护 然后深层补水 保湿效果比较好的洗发水 然后才可以让我做造型啊 然后包括平时梳头发都会揉顺很多 也方便很多 就是说它的这个质地 是这种质地 这种透明的 每次都很喜欢热爱闻着味道 它是那种甜 就是很甜蜜的那种味道 那种走进玫瑰花园的感觉 然后现在上在头顶 它里面的成分是新西兰的国宝吉麦尤卡蜂蜜 还有保加利亚的玫瑰蜜 还有日本的收蜂蜜 你看它这个泡沫稍微一搓就出来了 这个泡沫非常细 完全不会有的哈 玫瑰油的洗发水 就是非常的温和 因为它对这些成分进行了一个很科学的配比 所以它可以帮我们深度滋养头皮 还有就是修复头发的损伤 还有就是可以提高我们头发的光泽度和柔韧性 里面含有蜂蜂蜂蜂蜂蜂蜡 搅蛋白 濃热 割坚果油 这种变成的成分 这样可以锁住我们头发的水分 形成一层保护我们的头发 然后这个洗发水 这个喵提鲜的洗发水 还有三种质的配方 就是它可以抵御一些电吹风 还有加板 还有你染烫时的那些热损伤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出门下雨啊 雨天潮湿啊 对你的头发的一些损伤 就是潮气对你头发的一些损伤 就潮气使用的头发就可以变柔软瘦滑 然后不要挠的太狠的 要是过度损伤的头皮 那么现在洗的差不多可以给它冲掉嘛 然后现在我已经冲完了再上一个护发索 这个护发索非常好用 已经使用很久了 因为我这个头发真的必须要疯狂使用护发索 然后我们现在吹一个头发 然后吹头发的时候一定要用自然风 不要就是小用那种热风啊 然后要离着头发有一定的距离 我吹头发一般要很久 大概大概四十分钟左右吧 因为现在这个头发又多 然后还是跌的 所以就很难吹 等我吹一会儿 我现在已经头发已经完全干了 因为着急出门 所以就没有完全的拿吹风机 吹的特别干 然后现在上面的一些都是自然干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也非常有光泽 然后我本来头发就是会有一点点磁癌卷 然后也是没有拿纸板夹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一下 好了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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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